想見你 只想見你 未來過去 我只想見你 穿越了千個萬個 世界線裡 人海裡相遇 許光翰還有逆鄰女神柯佳彥 來囉 2016年以戀愛沙塵暴 展露頭角的許光翰 曾以江老師你談過戀愛嗎 獲得戲劇節目 男配角獎的提名 而以小資女孩向前衝 玩為人知的柯佳彥 更是在第51屆金鐘獎 以必取女人 首度入圍 就獲得戲劇節目女主角的殊榮 那今年兩人 以想見你強勢回歸 叩關金鐘是帝是後的寶座 能不能再次多金 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緊接著在紅毯上 對 我們第二拍 要準備讓柯太太 柯先生慢慢冒出來 管她是怎麼樣 今天兩位就是人氣非常的高 兩位再靠近麥克風一點 因為很多的粉絲 都希望聽到你們的聲音 那尤其是光翰 既然這麼多許太太在現場 想問一下 到底黃雨萱跟陳韻如 哪一種類型是你比較喜歡的呢 陳 陳雨萱 可以綜合一下 融合起來的感覺 融合起來 是的 嘉燕聽說一開始為了融入 這一群年輕的演員們 還主動做了一些不禮貌的事情 請問你是有將魔爪 伸到光翰這邊嗎 沒有 是 沒有 我有主動跟 光翰跟施柏宇 開開玩笑 因為他們兩個一開始都非常的狙擊 對 因為一開始我們都會覺得 她是前輩或是 你為什麼到今天還是要這個樣子 就是會比較尊敬她 但是其實就是嘉燕姐就很nice 她就是直接先放下這個架子 然後融入我們 那有開了什麼樣的玩笑嗎 不好說 不好說 好 沒關係 那些都留在我們的幕後花絮裡面 那其實聽說看到光翰爆紅 嘉燕姐似乎還有一度 有點不適滋味 還封鎖她 有這件事情嗎 我就封鎖她 沒有 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們平常相處就是這樣 我跟她跟施柏宇 其實我們都是這樣開玩笑 鬧來鬧去的 那其實面對很多想見你的粉絲們 都很希望可以看到 這想見你當中的人們 也許再續前緣等等的 未來可能還有機會 讓大家看見更多的可能性 但其實今天 我們有特別準備一個小小的驚喜 給我們現場的粉絲們 對 最近嘉燕 我看到你在你的社群網站上面有說 最近在練團 差點跟八三藥樂團 來組成了三八雞對不對 對 那看看今天晚上 你竟然還說出 如果今天沒有得獎 你索性直接加入八三藥這件事情 對 我可能會加入他們 變成他們第一位女團人 哇 我們先來聽聽看 嘉燕的歌聲怎麼樣 謝謝大家 我真的 這樣就走了嗎 時間好像差不多 對 對 對 其實光翰呢 當初是本來想以歌手來進軍演藝圈對不對 所以能不能現在來請兩位一起唱一下 想見你最經典的這首主題曲呢 想不想聽 想不想聽 來 我們歌詞都已經準備好了 有沒有看到前面 想見你再開頭 來來 在前面 假裝看不到是不是 對啊 前面有東西嗎 我為各位稍微起一個 想見你只想 OK OK 來來來來 不然我唱太多我會被許太太打 來 趕快 大家一起唱 憲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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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還是我們來唱 想 想見你只想見你 未來過去 我只想見你 穿越了千個萬個 世界線裡 人海裡相遇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太好聽了 剛剛嘉燕在旁邊 內心幫我們打節拍 也是參與了這段歌曲 我唱得很小聲 好 希望想見你 今天晚上能夠大獲全勝 其實嘉燕姐之後 還會有什麼樣 不同的角色挑戰嗎 這一次的 陳韻如跟黃雨萱之間的交替 已經很困難了 下一部會想要挑戰 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現在正在拍的 喜媽別鬧的 其實也是 很 很不一樣的角色 從她的個性到造型都是 了解 所以在這部戲當中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柯嘉燕 蠻不一樣的 也是一種 我覺得比較接近喜劇吧 比較常識喜劇 其實以前看那個小資女孩的時候 就覺得 柯嘉燕其實也有一點 演喜劇的這種天分在裡面 那所以希望以後可以看到更多 更放得開的柯嘉燕 那光漢的部分 下一部會想要往什麼方面去挑戰 應該可能 覺得類型片吧 類型片 比如說推理 習修吧 推理或動作 寫實或是動作也有可能 好 那最後面 再溫馨的給我們現場 許太太們一筆一個愛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許光漢 謝謝柯嘉燕 李彬琦祝弘 祝弘想見你拿到金鐘 謝謝 謝謝兩位 好的 謝謝